民进党花联立委参选人张美慧12号公布他的竞选政见 以三大亮点六大面向共28条政见 说明他当选立委要为花联争取的各项建设 而后续张美慧也会在各项正式举办政见说明会 让选民了解他的参选理念 民进党花联区域立委参选人张美慧12号举行政见说明会 以三大亮点六大面向共28条政见说明他的参选理念 三大的亮点美慧特别提出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 美慧要争取能够补助假牙 让这个长者假牙能够免费来安装 第二点就是在健保费 65岁以上的健保费能够比照离岛地区 能够免缴健保费 那第三个就是支持争取推动新建花东快速公路 这些都是乡亲最期盼 而且最有感的需求 美慧跟团队能够在这件事情上会继续的来听民意 而且要争取 三大亮点分别是65岁免费装假牙 免缴健保费支持新建花东快 六大面向则包括了交通观光 社福医疗 农业产销 教育文化 经济产业和内政族群等有28项的政见 张美慧强调这些政见都是他多年来 请听花莲乡亲的需求 也征询了学者专家意见 审慎规划评估 并且都是可行性的政策方向 未来张美慧也会在各个乡镇市举办证件说明会 让选民了解他参选立委的理念 介入汇欢市报道